HELLO 大家好 我是有知識有內涵 長得不帥但健談的物質老司機 雅雯傑 這集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柱形器的用法 柱形器是常見的柱形輔具 適用對象 首先虛能以雙手操作輔具 因此半側偏攤者 例如中風的個案 就比較不適合 其次 柱形器的四角結構能相當的穩定 因此 如果下肢由於疾病無法負荷體重時 就能利用柱形器來協助行走 使用柱形器時 一般握把高度 可以調整至相當於 手臂自然下垂手腕的位置 是使用上最好 失利的姿勢 用柱形器行走 可以分為 3.4.8.0.0k 3.4.3.4.0k 側重量試圖 以2.4.0k 3.4步態 行走的順序依序是 柱形器、換側角、見側角 我們換個角度再看一次 2.4步態 行走的順序依序是 柱形器與換側角、見側角 原則上雙腳、跨步不要超過柱形器後腳太多 否則靠得太近就容易失去重心 常見柱形器錯誤的使用方法 這種使用方式很顯然的把柱形器當成啞鈴在用 應該要考慮換成拐杖 這種操作非常華麗 但相當不穩 應該要考慮四隻腳同時提起 再同時觸地 柱形器可以分為一般形或階梯形 相較一般形 階梯形的柱形器 在從椅子上起身時比較方便 隨著身體的高度改變 而調整握持濕力的位置 所以家中的椅子比較矮 或者是沒有扶手 使用階梯形的柱形器會比較方便喔 希望透過這支影片呢 對大家認識柱形器的使用方法有幫助 我是物質老師機楊文杰 我們下次見 掰掰